我现在有个难题 因为这是这样子品质非常高的货 大家认识我这么久 我有没有老实说 这件事是品质很高的货 我很少说的 好就是好 但品质很高我很少说 特别是这么怪装的货 我存在一个问题 这条纹它其实是不深的 这条是刀砍纹 我是想着要这样子排片 还是要这里把它排两片 排出来两片 排出来两片 到这里它其实 因为它下面是越排越宽的嘛 我可能这里就先排一片 会不会好一点 先排一片 它这个面 我告诉你 它这条纹里面有写的画面 看得到 这条纹是非常细的 我都搞不明白这个藏口是什么藏口 皮质很辣 不知道是什么藏口 排这片这片就大件 然后我们也顺便看到它 究竟有多深 但是后面它是这样子的 我看过了 这条纹就裂得比较深 到这里来我放七毫的话 它刚好是可以排四片 排四片这里 它有个问题存在了 这个中间这里少一个洞 它其实这里有棉穿出来 这样看得清楚一点点 这里的棉 这里的棉 究竟是要这样子 因为这个厚度嘛 它可以排两片 那我们就要看看它这边怎么样 它这里是这样子的 它是皮裂 但是它这里这边的是要遗到的 这个你就跟着裂 跟着你的经验来切吧 好 这个红主要是要围绕着红做文章 是吗 你如果是看这些没有裂的话 直接可以从后面这里 先干一片红的出来 它这好像不是物层红是不是 就皮红 皮红就这么厚的嘛 但是它跟那种物层又不一样 总真的是好 你看这切 好 要不要这里先干一片出来 也可以 但是我想的是 能不能我们先把这个裂 不能把它取出来 然后到时候 先把裂 哎呀 这个其实就不一样 这个切的就那么裂成这样子 果然是种越老 裂越多 如果没有裂穿 或者是裂穿没关系 做防骨啊 啊 厂长 哎 我想起来咯 它这个裂穿的就这样子 干掉 然后做防骨 好 直接裂就好毙了 而且这种红素层 防骨非常的有味道 而且现在这个白肿那么好 到时候切下来 如果水路好都研究一下 能不能切切切面来 这一份呢 现在就是不起货了 就把那个坝下先做出来 突然之后 我这里再起另外一个饰品 我这里可以先提示一下 像这种红呢 还有这种种水呢 它适合雕什么 雕那个软一类的雕法 巧皮 雕的雕法 这个料子是皮红 你看一打灯它就透了 白都露出来 如果这个是雾红 就是雾成的红 那这个分分钟钟 这种种水跟这种交感 那起码的中六位数 但是没办法 它是皮红 这个抛光出来 就要怎么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那就是美了 就是只有美 没有别的了 这样能看得出肉质吗 而且像这种红 它的白肉摆得这么好 也真的是少 这个抛光出来会更好看 原来色真的会挡肿 色不是说只是绿色 你看现在红色 它也一样把它挡住了 这个就像是和田玉的巧皮一样 因为它的皮也是薄薄的 这种再压下去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做了防骨 你看这个里面 它其实这个肉也是跟下面这个一样的 只是它被红挡住了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它其实就是链 这些都是链 那我们通过这个设计 让它的链看起来顺眼一点点 服装这个效果怕是不好拍啊 这是霸夏的铜料 哇 真的是够红了 总够好 但其实这个是白的 你知道吗 如果从这雕刻 要把它红跟白完全分开 那要怎么分 这个要把它搂它 你一搂它 这个白才会出现 像这样子的话 它都被挡住了 要不然要这样子看 它知道它是白的 哇 这红真是 这链子你看这是一条链 所以呢我们从这里的防骨纹 回形纹一直到这边来 有一说一 链就是链 品质高就是品质高 producer 打赏